在统策结束后 金山高中特别为伤管群的学生 安排不一样的课程 并且办理伤管周的一系列活动 为其一周的伤管周 每天都有不同的夜师进行讲座与工作坊 带来不同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又来充实学生们高中衔接大学这段期间的生活 那他们在经过三年的学习之后呢 那么在高三快统策之后 快毕业之前 那么他们会进行一连串三年下来的一个 学习成果的一个统整跟这个发表 那透过这样商馆周的一个活动 安排一整周的一个商馆相关的 不管是金融理财 或者一些电商方面的一些课程 整合成一周的活动 然后呈现出来 不只是商馆必备的金融理财知识 时下最行的电商也是金山高中 要让即将毕业的高山商馆群学生接触与实作的一环 而电商的讲师也鼓励学生要多加摸索线上的 多元平台 找到自己的兴趣 经营属于自己的自媒体 当然有些同学会说 老师我比较害羞 不太习惯会面对镜头怎么办 没关系你还有声音可以用 声音也是一个 你在展示在自媒体上面的一个工具 当然这过程当中也让这个同学或者学弟妹 让他们参与 让他们认识一下商馆群的一些特色课程 作为他们毕业的一个代表作 透过商馆周将学生三年在校所学统整并展现 更加也要导入食物经验满满的夜市来传承经验 借此让商馆群的学生在毕业前 有不一样的知识与技能的尝试与洗手 志尔平函 青山采访报道